现在是中秋节时刻 亚洲多国文化皆有庆祝中秋节的习俗 而其中最大的共通点之一就是月饼 在中华文化中 中秋节时常的会从公司或者亲友手中收到月饼礼盒 而在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当局近年来打摊并且整顿官场的奢华送礼风气 不过官媒新华网调查发现 今年中秋市面上仍然有许多价格高贵 包装繁复且不环保的月饼礼盒 这些天价的月饼多半是用来送礼 其中多数都留下了中共官员的餐桌 新华网报道 中国当局自2012年底 提出例行勤俭节约 严格遵守连接从政有关规定 等等八项规定以来 月饼消费逐渐的回归理性 但是在五星级酒店 电商平台 烟酒商店等等场合 月饼却因名和利而变了位 例如上海半岛酒店 今年中秋节就推出了一款 人民币1688元的月饼礼盒 内含八个口味 颇不寻常的月饼 销售人员说 这款月饼选用30年的成酿茅台 只限量发售100盒 而目前已经全数售庆 此外 网络上也不乏售价上千元的月饼礼盒 除了价格昂贵 不少销售人员介绍月饼礼盒时 还都会强调包装的高大上 送人拿得出手 而且有面子 报道引述多名销售人员说 高价月饼礼盒大多用来送礼 对象不乏政府官员 有的为了维护关系 有的为了托人办事 一名北京资讯工程承包商说 中秋都要给器事业单位官员送月饼 主要是为了要维持关系 每一年都要花在这上面好几万元 还有一些企业负责人说 找官员办事 还要根据其喜好 赠送烟酒茶等等的附加礼 有的送礼者甚至还会拿掉原包装 该用价值数千元的红木盒子 或者是盒子外要再系上精品丝巾作为点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分析 企业在中秋节给官员送礼 实际上是一种提前投资 当个人手中具有较多的行政裁量权 类似的提前投资就不会停止 而这种投资往往会以公权力的灵活裁量 来作为回报 与官场兼奢华送礼的情况对比之下 中国民众分享的中秋送礼收礼经验 反倒显得荒谬而让人哭笑不得 自由时报综合报道 中国网友在微博以比不发还惨的中秋节礼品为题 进行讨论 分享收到的中秋节礼物 不少人都收到月饼礼盒 有的公司走实用路线送了好几包米以及坚果 但有些公司却走着不寻常的路线 有网友表示自己母亲的公司一个人发一支灭火器 而且还是绿色的 有人则是贴出了两个四分之一的月饼和一个清干 表示这是他收到的中秋节礼物 还笑称就连月饼都不能团圆 另外还有人收到一把面条或者三颗皮蛋 各地公司的中秋送礼实在是无奇不有 在经历20年的建设与等待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延期之后 北京环球影城终于在今天正式的开园迎接旅客 卓央社综合报道 北京环球影城度假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环球影城 同时也是全球第五座环球影城 北京先前一直缺乏一个能够与上海和香港迪士尼度假村 媲美的大型品牌主题乐园 北京环球影城有包括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在内的七大主题景区 其中充满中国元素的功夫熊猫 是北京环球影城所独有的 开元日预售门票 在开卖短短三分钟之后就受请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周报道指出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以美国为主题的话题 罕见的在中国引发如此明显且广泛的赞誉 根据官方的中国日报报道 北京环球影城是在20年前 由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所提出 康卡斯特公司旗下的环球主题乐园 及度假村持股30% 而中国国营的北京首环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70% 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 将北京环球影城的云霄飞车 和美中两国关系进行连结 他14号在推特发文说 经过了所有的翻滚和晃动之后 云霄飞车最终软着陆 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 目前正在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 联博亚太区固定收益联席主管 曾征接受CNBC节目访问时警告 恒大集团如果倒闭 可能对中国房地产部门产生股牌效应 其他高负债的房企 也可能面临到倒闭危险 现在投资人与学者 都在高度地关注恒大的未来走向 但与此同时 却不断地传出有关恒大的假消息 中央社引述中国媒体报道 恒大集团面临财务风暴之际 多个涉及恒大的消息 都在中国网络疯传 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 恒大昨晚马上地出面澄清 召开财富投资人大会通知为未早的消息 在市场传言杂乱之下 深圳警方昨日连夜宣布拘捕五个人 指他们涉嫌散布恒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贸雷金额数百亿元等等的不实消息 此外福田区警方表示 有网友在网上发布题为 关于恒大互联网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情况通报的图片 引发关注 经过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实 图片的内容也是未早的 另外此前网络传的 关于恒大金服周期补偿事项通知 也是虚假资讯 恒大也发布了公告辟谣 强调会保留追究传播谣言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不过警方的大动作执法 显示近期市场对恒大的关注 恒大的债务危机开始引起了一般民众的恐慌 恒大旗下恒大财富 13号在未与投资人协商的情况下 发布三种理财产品对付方案 引发了投资人不满 认为恒大是在拖延时间 大批受害投资人分别到恒大各地的分公司前抗议 遭到警方镇压驱离 根据受害投资人的说法 中国大约有10万人购买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 该产品9月8号就要到期 恒大却没有兑付 恒大集团则发表声明表示 网络近日出现的有关于恒大破产重组的言论完全失实 公司将全力地以复工复产保交楼保障客户合法权益 不过恒大多家主要往来的银行已经为相关贷款计划提前做损失准备 有些银行则计划展延短期贷款期限 路透报道指出 这显示出中国金融机构正在为恒大可能倒闭做足准备 中美两大强权对立情势持续至今仍未见到缓和的迹象 对此情况 联合国秘书长近日对两国喊话 表示应该要修补关系 避免新冷战的局面 中央社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18号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表示 美中这两大经济体应该要在气候方面相互的合作 并且针对贸易与科技进行更积极的协商 即便两国在人权经济线上安全与南海主权等等问题上 持续存在政治分歧 这场访问在联合国本周召开大会 世界领袖齐聚一堂之前进行 古特瑞斯在受访时表示 遗憾的是 今日我们看到的只有对抗 他说必须要重建中美两大强国的功能性关系 这攸关解决疫苗接种问题 气候变迁问题 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全球性的挑战 而这些都是国际社会 主要是超级强权之间 如果没有建设性关系 就无法解决的问题 他两年前就曾警告 全球领袖世界恐怕会一分为二 美国与中国建立敌对的网络 货币 贸易 金融规范 还有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与军事战略 现在他在接受美联社访问时 重申了上述的警告 他说两大敌对的地缘政治与军事战略 会带来危险并且造成世界分裂 因此陷落的关系必须要修补 而且要尽快 古特瑞斯说 必须要请进一切避免冷战 这场冷战有别于过去的那场 可能会更加危险 而且更难以处理 韩国在本月15号成功的试射 自制潜艇发射弹道飞弹 对此消息 朝鲜国防科学院院长 今天透过官媒嘲讽韩国的自制飞弹 不过是新手的满山雪布 中央社引述韩联社报道 朝鲜国防科学院院长张昌和表示 韩国日前公开的自制潜射弹道飞弹 不可能在战争中作为有效军事攻击手段 认为韩国自制飞弹 目前仍然没有达到具有威胁性的水准 张昌和批评 韩国大肆地广告的潜射弹道飞弹 看起来不过是新手的满山雪布阶段 认为从射击距离就能看出 韩国自制潜射弹道飞弹 离真正的潜射弹道飞弹 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判断只是涉及距离不到500公里的战术弹道飞弹 他也主张从韩国公开飞弹上的折叠式弹翼 就能够看出 韩国尚未完全地掌握复杂的流体分析 等等核心技术 更称朝鲜也经历过多次这种开发过程 对于韩国自称为全世界第七个成功开发弹道飞弹的国家表达不满 不过张昌和虽然认为 韩国开发弹道飞弹成果仍然不成熟 但是仍然对韩国军方的军武开发工作表示警戒 警告相关单位必须要留意韩国对潜舰武器系统开发的执着 韩国认为这在日趋紧绷的朝鲜半岛局势中 预示了军事上的紧张局面 并且他暗示到朝鲜再增强军事力量的可能性